如风说梦幻,八卦天天看 老将波罗王者归来,紫禁城豪取今年第三冠 亚军夫子庙成为暴力打法代言人 204联武神坛之战落幕 紫禁城和夫子庙两支服战队 击败各路强敌,最终会是总决赛 2023年天元组的比赛中 紫禁城夺得两个服战冠军 夫子庙夺得一个群雄冠军 双方都是今年的冠军战队 紫禁城在硬件方面,包括装备 灵士和宝宝与夫子庙相比 都有着无限大的优势 夫子庙全对地厅加一起只有12个左右 战神方面,紫禁城携带了1100万 夫子庙没有携带战神 本月紫禁城的老板和指挥们都在深圳线下聚会 目前就是要重刺今年第三冠 在奔选阶段,夫子庙的化身和武装被禁 紫禁城的化身和地府被禁 切入对战之后 紫禁城上了女儿加武装加化身加花果山加宙氏普陀的阵容 夫子庙上了女儿加武装加普陀加三刀大唐加神木林的阵容 紫禁城虎镇小客对面的龙镇 比赛前期双方狂青宝宝 紫禁城花果山在虎头位的加成下 输出数据非常华丽 随便打出过万的伤害 夫子庙因为是三刀大唐和神木林的组合 在青宝宝方面优势比较明显 紫禁城看情况不对 直接在第34回合用两支工地厅冲刺 点死了夫子庙的女儿村 紧接着紫禁城花果山飞机狂打面商 夫子庙方面的压力无比巨大 第45回合 夫子庙女儿村磁航普度 艰难稳住场上的局面 比赛后期 紫禁城花果山已经变身超级赛亚人 爆炸伤害不断造成对面人物倒地 豪取204连复战冠军 夫子庙夺得亚军 人间离开之后 波罗一个人扛起了紫禁城主指挥的大气 这一次他指挥紫禁城勇夺2023年第三冠 在武神坛上演了王者归来的戏码 夫子庙在各个豪门狂打五宝林阵容的情况下 坚持自己的暴力打法 三眼林波城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他们已经成为了武神坛暴力打法的代言人